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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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到今天外景啊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應該要去 真的 我也覺得那地方早就該去了 你知道要去哪裡 莫非我們有芯片感應 忍鬼殊途好不好 是我們全台灣幾乎都取片 那地方還沒去 所以是 妳看嘛 真的 真的是 所以我早就準備 不是啊 但是 台南我比你熟耶 當然要找一些有名的知名的 好吃的 厲害的 而且如果你去台南你想去哪裡 去台南當然是麻豆 拜託 麻豆有超級多古早味好不好 而且都是最棒最讚的 台南是美食之都 不是 台南是美食之都沒有錯 但是首發就去麻豆會不會有點 妳要再想想嗎 有 聰明哥出發囉 就這樣啊 就去麻豆啊 算了吧六師弟 老司機車都已經開了 別再想了啦 咱們小姐姐其實有偷偷跟我媽媽 說她自從主持後 現在有這麼多集以來 都沒有去過美食之都台南 這實在是太不像話了 今天就看小姐姐準備了些什麼 厲害的好料啊 什麼第一時間就要排隊 主打自製外省麵 蒜香乾麵 麵食全新體驗喔 台南美食標配 古早味碗粿跟虱目魚丸湯 來這裡不吃很不湯喔 現打最新鮮 霸氣果汁攤 先喝一半再補滿 果汁就是要妳喝飽喝滿 傳承三十年古早味 小姐姐過炸豆腐 現實限量真殘酷 吃宵吃喝喝的 用料澎湃鍋燒意麵 鼓溜華順三色豆花 好吃到讓妳叫阿爸 必吃溫體牛肉湯 搭配牛肉肉燥無限量 等妳清空胃來裝 台南麻豆古早味 星期往時就要填滿妳的胃 對 對 那個 來麻豆已經成事實 妳就不要再囉嗦了 好 我就一個小問題 一個 你問 請問為什麼一定要來麻豆 這麼簡單 那當然是因為 怎麼可以好好聊天 什麼麻豆麻豆 來 麻豆麻豆 妳就因為這樣來麻豆 對啊 怎麼了 會不會有點隨便 還好吧 介紹美食不隨便就好啦 好啊 那妳既然說麻豆 古早味也是俯成第一 第一站要來點厲害的 第一站 就隨便來點外省麵好了 外省麵 外省麵是南部很厲害的一種麵種 那外省麵有什麼獨到之處 我跟你講這家店 是自製麵條 而且它才剛營業 馬上就大排成功了 我跟妳講 等一下 我沒講完 老闆很低調 拜託等一下進去 不要大聲嚷嚷 不要抱妳的名號好不好 好吃的話不要說低調 不講話都行 對 不講話 不要這麼大聲 不要讓老人家知道 不要這麼大聲 不要讓老人家知道 不然麻煩大了 噓 聽說這外省麵老闆很低調 我們還是小聲一點好了 但是一播出來 全世界都知道了 算了啦 還是趕快跟著小姐姐來看看 老闆有多低調 不是啊 吃這外省麵有多好吃 出發 不是 我懂 台對名店我也理解 是啊 但是自製麵條 我也覺得很強 但為什麼會是這麼醬的白麵條 要說你嫩你還是信 我一直很嫩啊 好險你最近都沒有在講說 你是製作多少題 是五千家店號稱 五千家店自製 好險你再也沒有把這個名號拌出來 那要拌啊 不要拌 對啊 這是要拌的好不好 拌 我可以拌嗎 但是 拌了之後它的醬料都在下面 你看 有沒有看到 好特別喔 就是我們兩個最愛的果醜機列啊 你看 好多蒜在下面 真的 要拌 真的要拌 那我覺得沒有 沒有 我剛剛以為就是 它可能淋蒜末上去而已 不是 沒有耶 是蒜頭耶 它是 泡醬油 好香喔 可是會不會不知道的人 直接又從上面開始吃 會 我覺得會 然後是到下面想說 要拌開喔 要拌開喔 對…要拌開… 因為今天是什麼 麻豆美食 麻豆的勾渣 麻豆嘛 所有今天吃東西都會以一個 麻豆的姿態這樣 凹肩膀 這在到我身上了 不要這樣你不累啊 好冷 它麵條好棒喔 真不愧是自製麵條耶 而且自製的養生麵好香好香 它好激烈就代表它的湯汁絕對是… 它的醬汁絕對是足夠的 而且它的醬汁啊 加一點那個 是很多的蒜頭 然後它的蒜頭跟那個醬油 完全完美融合 連在麵條上 我真的第一次吃喔 這麼好吃的自製麵麵 真的很好吃喔 太厲害了 它就…就我們講的它 是蒜香嘛 就是蒜頭醬油 然後加… 加蔥花 對 然後… 韭菜… 韭菜 好醬喔 而且剛剛其實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老闆非常熱心的走過來說 辣椒也很好吃喔 所以老闆那麼熱情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來品嚐一下 我試一點點喔 我…我也試一點 我們兩個一起 喔… 滿辣的耶 沒有 因為我們沾得太一點點 你看我就只有在湯池上那個 它的辣是非常直接 然後非常快速的 直球對決 就是給你一個 迅速 蔓延開來 那個球速大概120公里 好快 很快… 天下第一辣 吃辣的人真的可以 可以來試試 真的是天下第一辣 這吃完刷五次牙 都無法趕進殺絕的蒜香味 Q嫩彈牙的手工自製麵條 再搭配號稱天下第一的辣醬 一起吃下去 已經分不清楚是魚還是淚水 太閒了啦 喜歡吃辣的朋友 一定要來試試看喔 來啦 如果說他們… 這邊在地的人說 吃他們家外手麵 不管你是點麻醬蒜香 反正就是吃辣的麵 你要點一個這個 而且要用牆 菇拉肉 我跟你講 這是很正統的骨仔肉 它是把骨頭上面的肉 一塊一塊撕下來 所以真正的菇拉肉 很貼近骨頭的是這樣子 一絲一絲 你光看這碗湯的豐富程度 你完全不覺得… 它是骨仔肉的嗎 對 好 我要來喝 好棒喔 它這碗湯很特別的是 因為它的骨仔肉是一絲一絲 所以它等於是散在蒸碗湯裡面 對… 所以你每一口湯 你都可以吃得到 那一絲一絲的骨仔肉 不是像裡面給你一個肉 突然你還要拿起來吃這樣 對 不用… 它的味道不是很重要 因為有一些大骨湯 你燉會非常的濃郁 對 裡面的湯啊 喝起來很細緻 然後可能你每一口 都可以吃到那個骨仔肉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它還有放一些青菜在裡面 它的湯啊 裡面會有一些軟骨 我覺得那個軟骨吃起來 也是非常有口感的 可是這碗湯很棒 這碗湯很棒 而且它是限量的喔 限量 每天不一定吃得到 今天現在應該賣過 又是限量 又是限量 我說你們別老是帶我們去吃 這些限量的嘛 你們難道不知道 限量有多麼殘酷嗎 這個從骨頭上 一塊一塊撕下來 整桶的骨仔肉 可乾可濕 不管你喜歡用喝的 還是用吃的 都可以啦 只是想要吃要趁早喔 晚來只好 see you tomorrow 但這個東西很特別 我跟你講 新竹 我在新竹啊 這樣子的東西啊 叫粉牆 其實它就是粉牆的意思 可是在新竹它就叫粉牆 它這個啊在北部啊 是白色的 對啊 可是南部是紅色的 為什麼啊 我沒吃過紅色的 然後它裡面就會放一些肉 然後紅燒肉有沒有 夾在裡面 有點香腸的概念 但是裡面有包紅燒肉 然後在外面這邊 很大很大 紅燒肉很大塊 然後他們自己有自己的醬料 來喔 它外面有沒有 它是豬腳的 有一點點像 比較再更Q 更扎實一點的肉圓皮 對 我覺得比較像 打得更細緻的肉根 很細緻的肉根 你知道 然後它中間這個是 這次就是紅燒肉 紅燒肉 所以它的顏色在南部來講是紅色 它好特別喔 紅燒的香氣還不錯 淡淡的一直散出來 它外層跟裡面 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我覺得這個 跟外層麵就 你看不管這是外層麵 說真的這種純蒜香麵 我也沒吃過 肉絲型的胡辣肉湯 我也沒吃過 這請你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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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情喔 真的 老闆剛剛還去買飲料啦 老闆老闆 我這邊也要一份啦 謝謝 每次好香的都只有你們獨享 不過台南人真的是很熱情啦 這個吃完會巴氣外露的 蒜香乾麵 還有真材實料的菇拉巴湯 最後再來點昏牆 早餐這樣吃也是很享受的耶 什麼 來台南沒吃碗粿跟虱目魚丸湯 那就別說你來過台南 古早味的標配 機中的好味道 那你喝完一半再補滿 新鮮現打果汁攤 即將霸氣登場 廁所上乾淨 待會兒回來 給他繼續吃飽喝滿啦 太厲害了 來到這樣子早上 你居然可以帶我吃 這麼好吃的外神麵條 是不是 而且還是自製麵條呢 好強喔 那我來考考你好了 你覺得什麼是 最強組合 說到最強組合呢 莫屬於90年代 一定是Michael Jordan 跟Scottie Pippen 那到2000年之後呢 一定是OK的 先 絕對是史上最強組合 請問我們是什麼節目 美食節目 那你在那邊跟我講 體育幹嘛 我在跟你講美食 因為你講最強組合 你沒有講美食 如果是美食最強組合 在台南的話 那肯定就是 是挖粿跟虱目魚丸湯 沒有錯 挖粿跟虱目魚丸湯 就是最強組合 對啊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吃 可是麻豆 除了文旦很厲害之外 挖粿也很厲害嗎 你果然在我心中 一直是小母子 小嫩嫩而已 請你繼續努力加油好了 我一直都有努力吃 欸 侯七味 你這個小嫩嫩 不罵你打你 難道還要寵壞你嗎 是說都胖了8公斤了 還寵不夠啊 趕快帶我們去吃 這個台南必吃的 挖丸連線 挖粿跟虱目魚丸湯 當然是當地最強的組合 Let's go 是 這就像 這就是最佳組合 你知道嗎 當然 包含我講什麼 Scotty 因為Michael Jordan 他永遠也是最強組合 就像我跟你也是最強組合 不是 你幹嘛 是 是 你看上面看到油蔥 滷蛋切塊 切塊在裡面 然後油蔥酥 然後 香菇 當然就是有純米做的那個米糕 挖粿 你要挑這種 真的 為什麼 挑台南人吃挖粿 就是要吃那種有內勤的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子代表他們那個 火候跟水分的控制非常好 對 這樣子下線代表它收熱均勻 是挑選挖粿的 好像去菜市場 挑水果的感覺 挑魚啦 挑水果 挑兩下那樣 對 你就要拿起來看有沒有 有一點微凹 OK喔 OK喔 可以喔 OK OK 好 我吃原味 可以把它切一下 我吃加醬好不好 你有覺得它比較不一樣嗎 有 你可以吃得出來 它比較那種純米漿 對 然後沒有太多 因為上面有一層比較軟嫩的那個 不再是固體的那個區塊 對 然後就是不是連著底下挖粿 然後你就會吃到那種純米的香味之外 我其實覺得不加醬 我剛剛吃原味就很好吃了 這全部都是油蔥酥 然後所以它其實本身就是滿夠味的了 然後它底下的挖粿感覺是有調味過 然後不像是可能有一些比較白啊 你要自己加醬的 對 它一樣是南部的挖粿 可是它比較走在南部比較北一點 北一點 所以它的味道沒那麼重 但是它該有的香料 配料都有 甚至你看裡面有一個 超大肉塊 瘦的肉塊 對 瘦肉塊 然後呢 加上他們自己用在地的那個黑豆醬油 哇 所以我大概知道它為什麼設計的挖粿 跟麻豆甚至台南各地的南部挖粿 比較不同的原因是 我居然用這麼好的東西來做 我不要再多加太多的配料 真的 香料進去 原料都好了 對 然後我的醬油也用那麼好 那我讓它有南部挖粿的樣子 南部挖粿的樣子 但是卻讓你吃到純米的東西 純豆釀造的醬料 對 太棒了 就是很像媽媽自己在碗 然後這樣做了之後拿去蒸 然後碗蒸的時候都端出來給你吃 對 對 然後就是吃起來是有家的感覺 家的感覺 對 很濃 黑的家庭真可愛 專家美滿有安康 嘿嘿 真的是很有家的感覺 這間傳承了五代挖粿專賣店 從選米到摧櫃 食材都是選用當地最好的品質 用料絕對實在 不管你是在地還是外地 就是要吃進你心坎裡 我們就來吃最強組合的 Scotty皮粉 不是啦 就是最強配 剛剛Michael Jordan吃完了 對…Michael Jordan吃完了 我們吃Scotty皮粉 你這樣子 你確定我們的觀眾 有在看體育嗎 小谷那麼年輕 都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他男生耶 但我女生我一聽得懂 女生聽得懂嗎 他每天都聽得懂 他每天都聽得懂 你看到籃球的 他當然聽得懂啊 來啦…你先 好 吃木魚丸 好 先喝口湯 我太愛了 因為他跟我一般喝到湯 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除了加蒜頭之外 就是他上面 就是有滴上香油 然後撒上一些胡椒 然後一入口 一入口的感覺 我就很喜歡這個湯 因為妳就胡椒控啊 胡椒蒜頭控 然後你在喝湯的時候 因為他蒜頭已經煮到整個化開 是 它只是保有固體形狀而已 綿掉了 所以妳湯喝進去 有那個淡淡的蒜香會蹦出來 妳可以看到那個小小的 濕木魚塊有沒有 顏色 它倒會已經打成這樣了 但你還是會有一些 魚塊在上面 整顆丸子也是他們自己手工製作 很彈 而且它好大顆喔 它的濕木魚丸 它濕木魚丸算… 你看我咬掉一半是這樣 它大概有兩大顆 我後來才發現 麻豆這邊的蛙龜 非常多 老字號的 新的 舊的 然後傳承的 像這家就是 老舊之間做傳承 阿嬤傳給孫子 然後一起做 我覺得很特別 孫子有加入她自己的創意 把傳統的東西 重新改良 或者是加入自己的元素 沒有錯的啦 現在已經是第五代的老闆 不忍心阿嬤的味道 就此消失 所以幾年前開始 將店內重新裝潢 再點文青氣息的古早風 讓這傳統美食 有了新的開始 而且千萬別以為 蛙粿就只有這樣喔 老闆與台灣在地 精釀啤酒做結合 兩者融合之後 全新的產品 決心啦 那就是你絕對沒有吃過的 酥炸蛙粿 外皮酥脆又嚼勁 像這樣吃炸雞 而內裡依舊保留了 古早味蛙粿的香氣 與呆呆的口感 來坦坦絕對要給他試一試 肯定震撼你的味覺 吃完外省麵 碗粿 這個時間我想來一點 甜點對不對 吃完主餐一定要來一點甜點 做結尾 所以你吃起來現在越來越會了 我跟你說 我這附近有家 甜點 不要再甜點了 我是覺得這個時間 我渴了 對 我想要來一點喝的好不好 那水啊 我們都有放水 水就解渴了 都來出外景了 可不可以來一點特別的 好不好 比招拜你 比招拜你的意思 你要攝影師 都要放 OK啊 你付錢 我們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你付錢喔 不要在乎我們 很囉嗦耶 有沒有特別一點的啦 麻豆啊 麻豆 好不好 我是知道這附近 有一家果汁店啦 然後它的果汁不管是在地人 還是外地人 只要經過都一定會來一杯 那我也要來一杯 果汁嗎 現打得更好 它現打的 當季新鮮的水果 超級 還有我的甜點 不要再甜點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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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咱小姐姐的甜點飲 又發作了 真是受不了它 但是這間果汁吧 我相信絕對不會 讓小姐姐失望 店裡最厲害的就是 喝完一半再補滿 銅板的價格 給你1.5杯的享受 台南的果汁吧 就是狂 要大口一點 妳會幫我補滿對不對 對 要大口一點 大口一點 我也要再加一點 網路上很多人說 這家就是這麼的大方 你知道嗎 對 打了呢 那剩一點點也不可能繼續賣 他呢 他會習慣讓客人說 要不要先喝一點 對 喝個幾口 可是其實不是喝一點而已 不是喝一點 幾乎 我看網路上有人說 有時候已經喝到半杯 他也可以把它加滿耶 好划算喔 超級棒的 而且我們現在喝的是 酪梨布丁牛奶 酪梨配上布丁 它就靠布丁的甜味而已 然後牛奶的香味 對 而且我們都不是奶的人 我們不是奶 超好喝 其實很多人不敢吃酪梨 是因為可能覺得酪梨有一種味道 它是因為加了布丁 然後你知道布丁 它就整個布丁然後放下去 布丁它那個焦糖香 還有布丁的那個味道 對… 而且它這樣子打之後 我覺得營養滿分 對 又很舒服 然後雖然它比較濃稠 可是喝起來很輕鬆 它喝起來是很順口 很順 非常順 它不是重甜或重口味 然後它喝下去 就是是天生該在一起的 就是它打出來 喝起來就會像是 就是這個味道 對… 就像咱們三個 天生就是該在一起的 嘿嘿 帶著豐富油脂又營養的酪梨 跟布丁還有牛奶 糾纏纏綿在一起 你濃我也濃 是那樣的濃稠 喝下去卻又如此的爽口 就好像惡魔在鵝語一般 給你止不住的誘惑 還有一個你剛剛講的 叫做火鳳枝喔 就是火龍果鳳梨 火龍果會順消化系統 那鳳梨呢 鳳梨有酵素嗎 沒有酵素啊 沒有酵素啊 鳳梨酵素 對腸胃很好 對啊 而且其實大家在喝果汁的時候 都很喜歡叫前面幾個字 譬如說剛剛 酪梨布丁牛奶 就是酪布牛 酪布牛 你想像外國人嗎 火鳳汁 對 巴鳳汁有沒有 巴鳳汁 就是紅鳳汁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是火鳳汁 不是色素啊 火鳳汁 火鳳汁 紫色的對不對 對啊 喝 滿好喝的耶 居然是這樣的味道 OK喔 我也覺得好好喝 火鳳汁我OK喔 它只有火龍果跟鳳梨嗎 只有火龍果跟鳳梨 怎麼喝起來這麼有層次啊 這麼好喝 它的鳳梨是那種 是甜完全沒有一點點咬舌 然後也沒有一點那種 它用的是滿高甜度的鳳梨 我覺得它火龍果的香味還在 可是你喝下去之後呢 比較多是鳳梨的味道 它的火龍果香味擔當 鳳梨呢 當口味擔當 你喝下去之後 你會含到火龍果的滋 那個滋 然後喝下去也是很順口 因為它都打得很細 對 然後保留那個滋的口感 你還可以咬破那個滋 很舒服 而且其實鳳梨是屬於 渣比較多的水果 但是它把渣打得也很細 它就是裡面還有一點點 鳳梨的纖維的果肉 對 當然啦 如果你來的話 你不想要嘗試 可能跟易姐一樣 不喜歡 過多嘗試啊 或者是喜歡 它也有那種綠豆沙牛奶 對 然後也有什麼 蘋果牛奶 也有番茄汁 對… 比較單一的啦 單一的 他們也有 但是你要有特別的 或者是一些配夥的 自己的搭配 也可以 只要他們有的水果 對 真的是超棒啦 只要現場有的水果 自己挑 自己選 現點 現打 夠新鮮 如果不喜歡水果類 也沒有關係 來杯殺了牛奶的兇手 綠豆 我是說綠豆沙牛奶 濃厚的綠豆沙 滋味清新 夾在濃醇的乳香 不管天冷天熱 來上一杯 幸福又快樂 喝完果汁 該來點炸的了 傳承三十年的古早味 無茶香櫃炸豆腐 限量真的很殘酷 還有什麼都賣 什麼都不奇怪 料多實在的過燒意面 滑嫩古流的三色豆花 星期往時 吃燒吃冷 都會喝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是要採蚊蛋嗎 你現在採蚊蛋喔 也不是不行喔 你拿來採蚊蛋嗎 不是 離開市區開了一下車子 你帶到這個地方要幹嘛 我跟你說 這你就不懂了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你知道非常的隱密 因為這裡有一家 全全30年 只有在地人 超在地的人 才知道的美食下午茶 它賣蚊蚊的 真的假的 這裡有什麼蚊蚊下午茶 會不會太誇張 不過蚊蚊我個人是滿喜歡 而且這邊的蚊蚊絕對好吃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邊離家 因為東西很近 對 那個蚊蚊一定非常的清 對 而且重點是我剛好住 你這家店 它只開三個半小時 三個半 一個蚊蚊才25元而已 肯定是全台最低價 我吃個兩個也才50塊 我跟你講 台南 東西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好吃又便宜 真的 走啦 快點 哪裡 就在前面 蚊蚊 你說三小時半喔 我說小姐姐 火車 你們手腳可要快一點啦 只開三小時半 要是我吃不到怎麼辦 這間飄香了30年的 古早的蚊蚊 是在地人才知道的神秘下午茶 每天不只限時還限量 要是晚來就吃不到了 到底你們是搶到了沒啊 我頭髮都白了 不誇張 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限時小吃 三小時半 然後呢 它兩點半開 現在四點十分賣光光 它不是限時三小時半嗎 四點十分賣完了 它不只限時還限量 而且它的攤子就是乾乾淨淨的 對 然後就是兩個人 一個姐姐 一個弟弟 很年輕的姐姐在那邊 聽說是舞蹈老師 這個是副業 是副業 這個是副業 這可以變主業了吧 主業是舞蹈老師 對 然後一個弟弟 就姐弟倆在那邊賣 對 限時限量更吸引人 真的 更吸引 他說飢餓行銷 飢餓行銷 那我要先來吃蚵仔囉 來喔 太幸福了 它蚵仔很好吃耶 它的蚵仔喔 它的皮是薄的 它是薄脆的 因為我在看它弄的時候 它其實真的就是 薄薄一層 然後有時候可能還會 炸到破跳 然後還會拿起來補 可見有多薄它才這樣破掉 裡面的餡料飄出來 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它有多薄脆 姐姐裡面是有加高麗菜嗎 高麗菜 還有 還有 還有鹹菜 難怪喔 它裡面的蚵仔 也很新鮮 飽水度很高 不一定大顆 大顆不一定好 重點是夠新鮮 很飽 每一顆都這麼飽滿 好吃啊 然後很鮮甜 真的好吃 它的蚵仔 真的跟一般外面的蚵仔 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 可是我超愛這種蚵仔 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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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我也很愛耶 它炸得金黃香酥 薄脆又有口感的外衣 搭配裡面多種蔬菜 最後飽滿juicy的冬死鵝啊 一咬下去就高興的 就不得了了 小姐姐人家還要 我一直看到這個 豆腐 我有看到 然後好多人網友 一直推這個 它是用阿貝的概念 它是用阿貝的概念 你看它沒有包冬粉 它裡面放了一樣有韭菜 然後抽 同樣的餡料吧 同樣的餡料 同樣的餡料 但是它是用豆腐 這種阿布拉貝你知道嗎 這種豆腐 而且你自己看它有多大顆 真的 它每一個東西都很大 真的 這一盤吃下去是晚餐 它不是下午餐 而且我跟你講 我剛剛說錯了 你這樣一個蚵蝶 一個阿貝 再加那一個 才55塊 一盤才55塊 你能想像怎麼會有在這邊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蚵蝶 然後人滿為患 它很像要上高速公路的 那種你知道 高速公路邊 兩小時不到秒殺耶 好 繼續吃豆腐 好好吃 它是那種 超級厚的油豆腐吃 這是油豆腐嗎 油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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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厚 你看兩根手指頭的厚度吧 豆腐很厚 它裡面給你塞了滿滿的 菜和蚵仔 很誇張 它外衣把它炸得跟那個 那個蚵仔的外皮一樣 但是沒有不是那麼脆 但是就是那個香氣一樣 可是豆腐 因為中間那個豆腐的豆香味很棒 對 完全沒有那種豆渣的味道 然後豆腐的水一出 然後夾著那些蔬菜的那個水分 然後再來最後蚵仔的鮮美一炸開 全部混在一起 超讚 真的好讚喔 也就像 沒想到這樣的內餡 外皮換成了豆腐之後 美味有如 不是 我是說有過之無不及啦 看我餓的都亂念了 不同於蚵仔香酥薄脆的外衣 炸豆腐的豆香 與清甜內餡搭配蚵仔一起吃下去 阿鳥味 這樣才賣20塊 真的是佛心到了天上去 最後這樣 還有 這一塊 這也要吃 10塊 這10元 10元 豆腐20元 我天啊 而且大家不要以為這是蘿蔔糕 這不是喔 它叫做鹹粿 鹹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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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定要用這種醬油 用它的 對 他們獨門的蒜頭醬油 加上他們自己做的鹹粿 鹹粿啊 來喔 我先吃 好 不行這樣做 不行 它做太實在了 它把真的帶來一點 太扎實 太結實 太扎實了 你有吃過那種 你把它搶成蘿蔔糕好了 你有吃過那種 超級 力度再高一倍的蘿蔔糕 沒有氣孔的蘿蔔糕 因為蘿蔔糕煎起來 它裡面是有點嫩的 它給它壓到個超緊緊實 你知道它這樣 一直這樣子往下壓著 往下打 然後飽足感很夠 可是重點是 超級扎實 那個米香味很香 它是你吃完你會飽的那種 而且我跟你說 它對他們家的那個外衣啊 對那個粉漿 很有信心 你看它連這個鹹粿 也是要沾一下才下去炒 要一定要 這真的很厲害 很會炸東西 很簡單的東西 但被它做得 好有特色 好好吃 我真的不要教舞蹈了 希望人家不要教舞蹈 幹嘛 人家夢想的 不是啊 你時常拉長一點 造福我們就是小吃的朋友 可是這是為了傳承啊 舞蹈是它的夢想啊 好吧 也是 希望賺錢是你的夢想 藝人只是你的那個啊 途徑而已 還是 他在舞蹈教室門口 賣耳賣 我的夢想就是跟你們一起去吃啦 在這邊唸OS 只是我的途徑而已 你們可要好好吃 好好介紹 不然哪一天被我取代了都不知道 哈哈 就像你們說的一樣 這台南人的下午茶 五茶鹹粿雜豆腐 三個加起來 才五十五塊 吃下去 讓你飽到那邊去 真是羨慕台南人 美食第一名 價格好親民啊 幸運的 印象裡面 我們小時候不是有一種冰城 而且一定是冰城喔 它裡面啊 除了賣冰之後 還有賣那什麼厚片吐司啊 對… 然後冰烘茶啊什麼 那種超道地 北部已經很少了 可是現在十二月了 你還要吃冰啊 十二月為什麼不能吃冰 冬天也會想吃冰啊 而且我們每次介紹冰店 然後你都跟人家說冬天關了 就失誤一次 兩次 好不好 好… 我們總是要介紹的冬天會開的 不是 那… 那馬豆這邊有種老冰城 當然有啊 有的家很長 我告訴你它有柔柔的復古味 然後也賣的就是我們以前小時候 懷念的那種 那招牌是什麼 招牌為什麼 怎樣 耍我啊 為什麼 老冰城 鍋燒意麵 不行嗎 會不會太奇怪 你上次不是在金庫裡面 吃什麼 披薩啊 人家台中在眼科裡面賣冰 為什麼 我不能在冰店裡面吃鍋燒意麵 我是找你搭檔來欺負我就對了 不是 我跟你講 這老冰城真的 在地的很推 而且它的鍋燒意麵 也是網友大推說一定要來吃的 況且你剛剛不是說十二月幹嘛吃冰 那給你吃的鍋燒意麵還好嗎 黑人問號 哪有黑人問號 來冰城吃鍋燒意麵 也難怪火球會會黑人問號 不過你沒聽錯 就像小姐姐說的 金庫裡都可以吃披薩 眼科裡都可以賣冰的 冰城裡吃鍋燒意麵 也只是嘟嘟好而已 趕快看看這間冰城 有什麼兒實際趣吧 我小時候真的就是這種冰城 然後我超喜歡吃裡面的東西 而且這種冰城裡面 真的都有鍋燒意麵 我跟你講不是 它絕對賣100樣以上 100樣 可是美一樣都很好吃 海式披薩 然後什麼厚片 然後冰淇淋紅茶 然後 反正我跟你講 萬物皆可賣的 炸甜不辣 而且我跟你講網友說 很多人窮小吃到大 當然它開二十幾年了 所以你看那些小朋友長大 差不多 他們還吃得到 我們長大就沒吃到 對 我開北盾找不到 等一下再跟你講 我一直想找一個東西 我跟你講等一下在那之前 我跟你說這個東西 根本是二十幾年了 小些 小些 它就是一個頭籤 頭妳自己先做 我是牡羊座 牡羊座 OK 我先看一下上面冰果多少 二十六 二十六 我是摩羯 摩羯就是山羊 這裡 然後 它就是要噴出來有沒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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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先 大吉有沒有 我就說我就是大吉 哪裡 要做十年了 大吉 兩個都大吉耶 可是你的大吉 很像仿的大吉耶 什麼啦 我的就是仿的 真的是滿滿滿滿出來的回憶啊 像當年我還沒當不專業OS的時候 也在家鄉的冰城裡玩過這種抽籤機 看在你們兩人都抽到大吉的份上 就不念你們了 但還是趕快介紹鍋燒意麵吧 我快要等不及了 人家說全麻豆最好吃 不服來變喔 這麼誇張 好好吃喔 它完全就是跟我記憶中的 這種冰城麥的鍋燒意麵的味道 一模一樣 它的湯是濃郁的湯 而且有點沙茶對不對 對 但有點沙茶 因為小時候就是放沙茶 對 然後它的那個鍋燒意麵 就是要這種炸過的 嗯 這種炸過的 然後拿下去這樣子泡 把它泡得軟軟的 軟軟的 就是這種意麵 然後你不管怎麼吃啊 它的油脂 然後滲到湯裡面 然後湯裡面也有鍋燒意麵 那個炸的香味 我跟你說 這個啊 一碗很正點啊 它不只吃的是回憶 它吃的也是好味道 對 可是我記得真的真的不貴啊 不貴耶 阿姨 阿姨鍋燒意麵多少錢 對啊 這怎麼這樣 它裡面料超多耶 裡面有八雞 大小丸子 還有肉 菜 然後魚板 魚漿對 魚板 蛋 然後一顆蛋給你 55 55 東西超多耶 而且妳講的魚板是那個 我講的是這個 魚漿啊 我覺得是這個魚板 對啊 還有一顆肉片 55耶 Oh my God 老闆娘下面給你吃 不是 這麼大碗竟然只要55元 而且裡面料還那麼多 55元在台北 連雞排都快吃不到啦 這佛到天邊的價格 老闆娘到底有沒有賺錢啦 不過就像火球會說的 這個意麵吃的是回憶 據說到現在 還是很多麻豆國中的校友 經常回來回味喔 就大姐講 老闆娘講說 現在吃不到這種豆花 她說真的嗎 妳哪有吃的 三色豆花哪 幾百年沒吃到沒看到了 我找這種豆花 一定要加巧克力汁的豆花 對 三色豆花就是要配可可湯的 一般豆花不能配 對… 不行… 一定要三色豆花 配可可汁 而且三色豆花的口感很棒啊 我們小時候只有傳統豆花 是豆腐比較粉的 跟那時候的豆花 對我們來說它是很新潮 它是像果凍一樣 三色豆花比較利一點點 對 然後它的口感那麼棒 他說都覺得怎麼沒有… 為什麼傳統豆花不加 不用三色豆花的豆花 我以前小時候都只是三色豆花 自從接觸到長大一點 接觸到這種冰層 吃了三色豆花之後 三色豆花瞬間變成我心中的第一 我要來吃 我一定要三色豆吃到 就是它… 就是它 就是那個口感 我跟你講就是那個口感 就是像那種布丁 布丁一樣 它吃起來是很像布丁的 布丁豆花 對 它其實就是布丁豆花的口感 三色豆花大概就是… 你看就是一定要有黃色 黃色大概就是布丁 布丁 然後巧克力 另一個的話我比較吃不到 可能是牛奶是不是 還是… 因為它比較原味的豆花 有點牛奶 有點牛奶 它本身就有一點點的微甜度 豆花不同 可是我覺得跟你講 最妙的是因為這些豆花本身都冰鎮 冰鎮喔 你那個口感它本身就比較有固體感 再加上它冰鎮就更… 有點脆度這樣 對 加這個可可粉糖水 太油酒 帶點微苦 但是呢 巧克力的香氣很夠 對 而且它每一個豆花本身都是主角 因為牛奶豆花 布丁豆花 巧克力豆花 它自己本身你吃下去的時候 譬如說你吃牛奶豆花 加巧克力的糖水 你一瓦下去 它就巧克力牛奶 因為它淡淡的牛奶香 其實在你吃進去的時候 你都可以吃得到那個香味 真的 然後布丁 布丁巧克力 然後濃郁的巧克力 這樣 就這一碗可以搭配出很多種 加上去的口味 對 真的好棒喔 我好想念這個味道喔 牛奶有想起國中那青澀的年代嗎 我真的覺得吐司美食皆不爭 好可以 這間麻豆學生下課後的美食 真的是令人懷念的古早味啊 除了剛剛那燙到燙口的鍋燒意麵 還有三色豆花之外 深受學生們喜愛的 還有這個奶酥厚片 採用在地烘焙坊的雞蛋厚片 又鬆又香 再抹上厚厚的奶酥醬 烤起來酥脆香氣逼人 真的有夠邪阿的 還有這古早味紅茶PLUS冰淇淋 也是在地人的必點組合 吃完甜點 當然要來杯飲料 才是完美連線啦 我才不會忘記你的 來台南就是要喝牛肉湯 新鮮溫體牛肉 無限續碗的牛肉肉燥飯 吃到現在 你的胃還裝得下嗎 休息一下 你一定還吃得下 你幹嘛 幹嘛突然下車 我們在台南還有一樣東西 你沒吃到不能走啦 什麼東西這麼重要 牛肉湯 對 台南的經典 牛肉湯不能不吃 可是我們都已經要北上了 麻豆這邊還有東西好吃嗎 有 我跟你講 有一家牛肉湯店 又在交流到附近 而且那家牛肉湯是 可是牛肉湯店的狀元 它不僅肉新鮮 湯頭又好吃 不行 我一定要吃到 講到牛肉湯 往回家也沒問題 在哪… 我帶你去 我帶你去 到了快點 一定要這樣玩就對了 是不是 快點啦 我們吃人很多 生意很好耶 不愧是美食老司機小姐姐 帶我們來這間牛肉燥 不是啊 是牛肉湯專賣店 是許多老饕 來台南必訪的餐廳 除了新鮮現切的溫體牛肉之外 最厲害的就是 內用給你吃到飽的 牛肉肉燥飯啦 難怪每到用餐時刻 總是座無虛席 愛吃牛肉的朋友 絕對要來吃到餐 是不是 一定要這樣玩嗎 一定 開那個多那個五公尺 是什麼意思 沒有 我想要讓你知道 就是吃牛肉湯店 是有多重要 一定要特地來吃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這邊很方便耶 你從麻豆玩了一天 或者是說 你從麻豆上交流道 因為麻豆有交流道 你可能忘記像我們一樣 忘記吃牛肉湯 然後你要上交流道之前 突然想到 這裡就有 而且牛肉湯是完全不佔肚子 不佔肚子 暖胃 暖胃這種天氣有沒有 涼涼的 而且牛肉湯是 一天裡面每一餐都可以吃的 它沒有分什麼 一定要早餐吃 而且不是說 這裡一定是溫體牛 你看那個粉色 你看那個顏色 好聰明喔 真的 趁熱吃… 趁熱吃… 等一下… 它湯頭真的超棒 很新鮮 因為有些湯頭 可能會用一些蔬果 蠻鐵 洋蔥 那些燉 就是另外燉的 對 老闆沒有 它就放油脂比較多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肉 下去一直回煮那一個湯頭 就這樣 它喝起來是牛肉清糖的感覺 當然跟一般你喝到的 會再稍微濃一點點 而且那個肉甜味很棒 鮮甜味很棒 你看這種粉紅 絕對是男人的最愛 這個粉紅 女人也愛 一絲一絲的 然後它那個肉質 質地 油花 除了這樣子的話 台南都喜歡自己做自己的沾醬 對 所以要沾點豆瓣 竟然是豆瓣醬耶 好酷喔 豆瓣跟那個油膏啊 油膏啊 好 它豆瓣醬是好吃的豆瓣醬耶 對 好有江湖鴨的感覺 不是 因為有些豆瓣醬 只做鹹不做辣 對 它的鹹辣都有一點 對 都有一點點 然後哪一個口味都不會到太重 還有一點點甜 還有一點點 因為難度 那我很懂 我真的覺得難度的甜 你看 因為牛肉呢 基本上它就是那個生牛肉 沖過這個牛肉湯之後 對 熱的牛肉湯之後 它就慢慢變熟之後 對 可是它沒有任何調味 當然你先吃一定要吃 原味 可以品嘗那個肉的鮮 對 肉的美 可是呢 你第二次呢 肉也比較熟了 有沒有 肉顏色不再那麼粉紅了 比較深了 或是你是雙子座啊 水瓶座這些思想 你要跳躍或多變的形狀 我心想要說 你不要老是嚇到我 那個肉呢 當然沒有 本來是除了比較熟之後 它的鮮味會沒有那麼重 沒有 你就去沾那個 他們台南自製的油膏 比較甜 豆瓣也比較甜 可是呢 很有在地的風味 很有在地的風味 那豆瓣是好吃的豆瓣 好吃的豆瓣 我覺得它並沒有很辣 它其實滿品味的 你只要沾一點點 我覺得那個牛肉的鮮甜味很醋 真的 我真的覺得那個 還不錯 很配 那種台南牛肉這種 這種牛肉我真的覺得很棒的是 活體牛醬吃啊 它咬起來就很簡單的撕開 而且明明我們今天吃了一整天 你卻還是可以喝得下一碗牛肉 因為熱湯在冬天你知道嗎 我快喝完了 真的 熱湯在冬天 傻眼 就是可以毫無負擔的把它吞下 暖胃 然後肉片又是薄的 而且等一下回家好好睡喔 小姐姐別喝那麼快 也留一些給剪接師啊 你怎麼忍心看它邊煎邊烙脆呢 在這寒冷的冬天 就是要給它來上一碗這種 清爽又沒有負擔的 現切溫體牛肉啦 看老闆這樣一刀一刀的 給它切下去 真的有種療癒的感覺耶 除了牛肉湯之外 更令人期待的還有這道 網友記推的麻油牛肉啦 網友推薦 麻油薑絲牛肉 真的喔 是麻油喔 麻油爆炒薑絲牛肉 哇 好特別喔 真的 爆炒薑絲牛 來 我幫你解采舒服啊 牛肉 重生吧 牛肉 你超窄的 真的好好吃耶 很有熱炒店的感覺 對 因為我覺得這家老闆 非常厲害 他對牛肉的了解程度太深了 他知道牛肉到幾分最好吃 什麼部位 怎麼適合做什麼料理 我們剛剛的部位我不清楚 但絕對跟這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要耐炒 再來他很懂 他這個比較Q比較有韌性 對 他很懂你看喔 他不會把它炒到全熟 他一定讓它再有一點六七分 一分熟就好 就上鍋 因為上鍋上來之後還會靜置 靜置還會再熟 所以他甚至只Q到五分六分 就上來了 對 然後擺到我們準備吃的時候 要吃的時候 都多好了 已經差不多七八分了這樣 然後 麻油 它調味得太棒了 它有時候那種淡淡的苦 很棒 你知道那種淡淡的苦嗎 淡淡的苦出來之後 那一道料理咀嚼之後 微苦 然後可是帶牛肉的鮮甜 然後因為它還有炒上薑 薑的辣 然後麻油的微苦 然後牛肉的鮮 這樣弄在一起 這一道菜我好愛啊 我好愛啊 麻油算是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這個超下飯的耶 一點一個熱炒 然後一碗白飯 絕對可以解決掉 超級下飯 這麼下飯的麻油牛肉 難怪網友那麼用力給他推薦 連我看到都想要先來個五碗飯再說 都是因為這個麻油牛肉太下飯了 所以老闆才會給客人 無限續完的牛肉肉燥飯 朋友啊 我等不及要爆風吸入啦 我跟你講不要急著 點白飯 我跟你講 你來到這間店 肉燥飯 吃個肉 什麼是吃個肉 就是吃到飽 怎麼可能 你說這一碗 對 這是牛肉燥飯嗎 它用豬油來燒香 就是飲香 然後有八到九成都是牛肉 不是 你知道它的肉 是 它是 你為什麼我有牛排 它是有一種肉塊 牛肋條啊 我原本以為 它的牛肉燥飯 會不會稍微 乾一點點 我原本以為 因為看它就是肉塊比較多 好像沒什麼醬汁 而且我們裝上來有一陣子 對 它幾乎是整個牛肉 跟豬肉 豬肉只有一點點的比例 下去一直煮 一直煮 所以呢 你一撈的時候 會有牛油 然後切起豬油 然後肉燥淋上去 它不滿那個飯 你知道那白飯 流竄這些牛肉汁 牛肉湯牛肉油 有多香多下飯啊 好好吃喔這個 而且重點是 太物超所值了 你來這邊點一個牛肉湯 你就可以吃飯吃到飽 你吃到飽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真的是太誇張了 在台南 肉燥飯早已不稀奇 牛燥飯才是王道啊 由於牛肉的油脂 沒有豬肉來得豐富 而且久煮易散 加上牛肉成本較高 要煮得好 還真的不容易啊 但是這間店 竟然還給客人 吃到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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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奢侈 所以要給他講三次啦 新期往食 麻豆古早味 寒冷冬夜 有沒有溫暖你的胃啊 那我們see you next week